4月10号是中共解放军围台军演第三天 根据国防部统计 争获了各型中共军机91架次 逾越中线以及进入西南东南空域的有54架次 其中还包括从山东号航空母舰起飞的殲-15 这是军方公布台海军事动态以来最高的一次记录 与此同时却有自称海军海洋兼征指挥部雷达一兵的人 在网路上不同的社团发表了同一篇匿名文章 指控长官连共军的动态都造假 号称严密监控与应处 其实连真实的敌情都掌握不到 国防部回应经过严密查证确认这是假讯息 会请警方协助调查依法就办 同时也强调强化战备整备的工作绝不松懈 会持续注意中共火箭军地面援火部队 以及山东号航舰边队动态 东森新闻镇中心综合报道